活力堅果蛋披薩 阿洋 別怪怪怪的 我相信阿洋吃不到 所以要比就對了 夏天讓自己有活力 就是這麼容易 小周氏 小周氏 佳佳舞 欸 小周氏 小周氏 上次辦了這個活動 爽口一下 聽說你得到了很高的票數耶 你真的能夠贏過邱詠師傅嗎 等一下 又被發現了 欸 你看那邊 這個阿洋 為了想贏我 出盡其招了 不行 不能讓他贏 我們走 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周氏 就是我這個單元 剛剛在阿洋 諾奇真的很怒啊 是不是 其實是我們之前有辦了一個 那個爽口一下 活力料理的票選活動 聽說我的票數 好像比他多一點點 有 好在算喔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操作 我們今天的活力堅果蛋披薩 今天呢 其實重點呢 我們就是我們把煎蛋 就跟披薩一樣 來 這是牛奶 煎到每一小時 一大一種回甘料 告訴你 我相信這個都是阿洋會加的 唉唷 所以我準備了他不會加的 秘密武器 是這個嗎 對 是美乃滋 美乃滋啊 你把它加蛋回去煎啊 它那個蛋吃起來 那個感覺會超滑口的 你以後我還提起來 套餐的 還要說的 那是我上一次說的 上一次 好 到這邊就OK了 那接下來呢 我要請出了第二個活動 對不對 為了打招呼 今天呢 密招都出了 就是我找到一個 很正點的東西 對 唉唷 仔細看喔 它是無調味 胡桃綜合果 這個胡桃呢 它吃起來它的口感 會更細緻 你焗焦起來的時候 它還有一種奶油的感覺 你是不是對女生也很好 對 男生也很好 好正嗎 第一個步驟呢 我們要把我們烹調味的 胡桃綜合果 我們要下鍋呢 去乾煎它 我跟你講 唉唷 它就不會被灶 哈哈哈哈 我們今天是用低溫 然後慢慢把它烘 有沒有 有沒有就 好香 就是那種堅果的香味 糖 同一鍋嗎 同一鍋 唉唷 我跟你講 我們今天在料理 我剛好說很簡單做 我們就可以一次完成 我們絕對不需要 大家實在額外道 我們幫你拍兩鍋 好不好 這裡要比就對了 來 鍋熱下去之後呢 來 我們就下鍋 當然是 對 把火轉小 接下來我們就蓋上蓋子 好 現在我們大概三四分鐘來 我們看一下 我們這時候是半熟的狀態 哇 好香喔 這時候我們就開始放料了 有 而且你放的方式感覺有點像 要把它弄成像披薩這樣 真的 是啊是啊 我相信大家有吃不到 所以我要這樣吃 哈哈哈哈 先過著我們無調味的葡萄綜合果 哇 我還是很清 OK 然後我們再蓋上蓋子 接下來判斂的方式是很簡單 你只要看他氣質融化就好 打敗阿拉勇 就靠這招了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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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哎呦 沒啦 有沒有 夏天讓自己有活力 就是這麼容易 好不好 來 我們試吃 耶 你看是不是超簡單 一鍋到底一次搞定 而且我告訴大家 為什麼今天特地選用這個胡桃 因為胡桃是所有堅果裡面的 它維生素液含量最高 抗氧化 有固擾 是不是 男生你先都需要 我們來吃吃看 小舟師 小舟師 等等我 等等我 這個真的好吃嗎 讓我來試試看 是不是讚 是不是很好吃 哎呦 好像還差一些喔 其實這個蠻好吃的耶 但是 下禮拜二的話 你再去收看一下 還有另外一道菜 比這個 更厲害 小舟師你有什麼話說的 保安 沒事 沒事 我跟你講 今天呢 就跟大家在夏天的時候 我們分享好料理 我就來看看 下禮拜 阿勇有沒有做旅遊好吃 對啊 敬請期待 你不是說不好吃 嗯 餓了嗎 聽說 顧腦的對不對 好好好 我試看看 你也需要 難怪我最近常被老婆買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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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